寻房古村落 我们首先想看的就是陈旧的古迹 古建筑 从这些古物里 我们就能够遨游在历史的海洋之中 如果再加上王侯将相的故事 那就又赋予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呢是在帝都 当然死帝都非比帝都 这个帝都村呢 是我国第一批传统古村落 今天呢咱们就一块去看一看 这个帝都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帝都位于河北和山西的交界 在村子对面 就是我们多次提到过的石泰铁路 石家庄通往太原 也是沟通两座省会城市的交通要道 连接了坟河古地 太行山区和华北平原 时不时我们就能够看到火车通过 繁忙程度可见一 这里距离山西仅有一步之遥 从空中俯瞰 我们能看到娘子观阵 群山环绕 唯独这里 河流穿过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河谷通道 自古 这个位置也就成了重中之重 我们现在所走的这条街呢叫晋阳街 这条街看上去跟我们走的普通的街道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其实这条街呢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这条街是曾经的秦皇古一道上的一条主干道 秦皇古道放在当时那可就相当于是高速公路 沿线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村落 历经数千年 如今我们走在古道上 两侧是古建筑 脚下是大青石 这种感觉很微妙 像是穿越了千年 帝都村的一大特点就是它有很多非常有特色 而且也是很有名的院落 帝都这个村子和景形其他古村有着明显的不同 它地处河谷地带 村子呢也比较规整 不像其他山村的起伏 所以说在帝都 大家户 大庭院 也就保留下了许多 在村子的南侧山岭上还保留着长城的痕迹 这段长城也是被许多游客忽略的 其实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这里曾经属于中山国 中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 修建长城 自然也就成了护国的头等大事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2000多年前中山国长城的遗迹 到了明代 京西太行山各个关口又都重新修筑了长城 这里也不例外 长城连通娘子关和顾关 起到了重要的防御作用 如今也是一道壮丽的景观 说完长城 我们再来说一说村子前的这条河 碧波荡漾 冬末春初的太行山 还是一片凄凉 以土黄色为主 正是如此 碧绿的河水就像丝带一样装饰着整个大地 这条河就是棉河 棉河发源于山西受养 到了娘子关这里 多处水源补给后 流量大了许多 在帝都村村边上 有一条人工的渠道 非常引人注目 这就是著名的棉幼渠 这就是著名的棉幼渠 始建于1958年 采用了多项技术 道鸿西技术在当时是举国文明 也因为渠的建成 解决了下游无数土地的灌溉困难 意义非凡 帝都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村子里呢 有一座荣真小学 1948年 荣真子弟小学校 200名师生 为了躲避战火 辗转到这儿 荣真师生 度过了围细半个月的学习时光 也跟父老乡亲们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帝都期间 荣真小学 借用民居 庙宇等十余处房屋 生活和学习 去了这么多古村 每一个村子里面都有古怀 古怀就像是古村落的一个标志 帝都这个名字 听起来非常霸气 与帝都只有一字之差 这个村民的来历 可是有一段神奇的传说 在村子的北口 有一处留秀渡河遗址 就在绵河南岸 留秀是东汉的第一位皇帝 那个年代 往莽当政 战火纷飞 留秀最落魄的时候 被民间传说为留秀走国 这个走其实就是逃 是避难 也就是这个时候 留秀在这渡河 后来成就了伟业 人们也就慢慢的把这个地方 称作为帝都 帝王渡河的地方 后来呢演化为帝都 听完这个故事 是不是觉得这个村民的来历 特别的传奇 我们在村子里面转了一圈 其实是能切身的感觉到 村子曾经的繁华的 这个村子给人的感觉就是 我们一走进去 就感觉它是一个大村子 而且方方正正的 比较规整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帝都村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 拜拜